除了添加其他语言的输入法 我们还可以在智能设备上开启语音输入方式 代替传统的打字 这一视频将以iPad为例 为您演示如何开启和使用语音输入 又称作听写方式 首先,在iPad主屏幕上找到并且点开齿轮形状的设定图标 在左栏中点击一般 然后在右栏的中间点击键盘 之后在屏幕的右侧找到启用听写这个选项 如果它旁边的开关键显示为灰色代表关闭 就需要向右侧滑动来打开 让它变为绿色 再次点击启用听写来确认 现在可以看到,启用听写已经开启 点击下方出现的听写语言 可以看到,与系统语言有关的口语类型已经被自动勾选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同一种系统语言可以有多种语音输入方式 比如,繁体中文实用者既有可能讲国语 也有可能讲粤语 简体中文实用者给到了普通话或者上海话的选项 因此,如果发现所勾选的语音不是您的首选 需要重新勾选 这样才能保证听写的准确性 这一步可以选择多种语言 语音输入已经设置好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如何使用它吧 任何需要输入文字的地方都可以用语音来代替打字 系统会自动将语音转换成相应的文字 比如,在谷歌搜寻中 可以点击搜索框内右端的麦克风进行语音输入 或者,当屏幕中自动出现键盘时 点击左下方地球旁边的麦克风图标来开启语音输入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首先要切换到相对应的键盘再开始语音输入 比如,在英文键盘时 语音讲英文 在繁体中文键盘时开启语音讲国语 本地天气 Local weather 您学会了吗? 语音输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便的选项 发音尽可能简洁清晰 将会提高听写的准确性 安卓手机也有语音输入的选项 通常在设置里系统这一选项中 另外,语音输入不等同于苹果语音助手Siri的设定 后者只能选取唯一的语音进行互动 语音输入不等于苹果语音助手Siri的设定 语音输入不等于苹果语音助手Siri的设定